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不论筋呢 相声是论断 论断 那好 你给我来个中断 不要投尾 你这买鱼来了 你不说论断吗 相声这不是吃的 干嘛的 是听的 听的 怎么听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哪耳都听啊 哪耳都听 那行啊 听你一回 你呀 你把手拿下来吧 揪着耳子这么听啊 知道你这听相声了 不知道你这瞧耳头来了 是啊 你不是说听吗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随便听就行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 预备什么了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 听完了吧 不给您什么吃 那干嘛听啊 还得跟您要钱 跟我要钱 那行啊 要多少 这倒是随便 有您多给呀 没有您少给 来 三三块行不行 行啊 三三块两块你干不了什么 来来一百 来一百块行不行 一百 那好啊 一百块啊 一百块交给你啊 找个宝人呢 找 找个宝人 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啊 是到时候你给我送钱 多少钱 多少钱 西钱 你这放账来的啊 听相声 这有什么好处啊 当然有好处啊 有好处啊 可以免三灾去拔难 狮子不定 个子不咬 就是有点啊 小好处 什么好处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 您心里能痛快 心里的迷痛快呢 能够多增饮食 能够多吃两碗饭 听完了 我多吃两碗饭 哎 没米啊 那你搬去啊 嗯 这 这叫什么好处啊 就这么说吧 嗯 怎么说 你刚吃完了啊 炖肉烙饼 什么味儿 这 这位是没吃呢 我本来我没吃嘛 哎 没吃 也得说吃了 那我对得起肚子嘛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 不 你说你这什么好处啊 你啊 别原意 哦 我这打官司呢 你是那个审判员 我别原意就听你的 你听我说呀 你先说 我是被告 哎 这还打官司来了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 你不说有好处吗 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啊 这么说吧 你心里有点啊 不痛快 我怎么不痛快 那就 这有点儿了 我跟谁别扭呢 就说我跟谁别扭呢 你跟我别扭 不是 你说呀 这怎么个好处 我没听出来啊 就这么说吧 你呀 短人一百块钱 什么 你短人家一百块钱 你给借的啊 说 谁的宝人呐 多少钱稀钱呐 您知道 这叫什么话啊你这个 我问问好处 短一百块钱 这不合账吗 这不 他没怎么当个事 那你说他干嘛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没了 他没人跟你要 要我也得给呀 你好吗 你呀 短一百块钱 你给不了人家 那我当初别见呀 对呀 你比我还明白呢 不是你这好处 怎么说出来的 买卖来呀 你短一百块钱 那你给不了人家 人家跟你要啊 你心里起急呀 去你家 你就上我这来了 哦 你就替我还了 这我呀 我替你还账啊 那怎么个好处呢 来到我这 您听我两回相声 我这么一说 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这么一喜欢 你就把干钱这个茬啊 就忘了 哦 这我就听明白了 对了吧 比如我短一百块钱 哎 英子轻给人家 哎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呀 是啊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来了 对 听您这相声 我哈哈这么一乐 哎 把短钱这场我就忘了 对了呀 我回家他还要 哎 那你再还人家 哈哈哈 咱们下午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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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午饭了